12月4日 由港媒报道称 安逸炫老公陈荣恋与吴佩慈男友姬小波因非法开赌遭起诉 港媒称 在内地各检察院的起诉书中 除了洗米华旗下的太阳城外 其他多个澳门赌厅也涉及非法开赌场 偷越边境 聚众赌博等类似案件 包括陈荣恋旗下的德晋 季晓波旗下的恒生 据悉 陈荣恋旗下德晋集团列挤斑斑 去年底 江苏省武溪市一宗案件的起诉书中指出 澳门德晋集团涉与内地人合谋于境内开赌 起诉书中列明 德晋与入股的被告约定分红 一起合谋在内地开设非法赌博网站 德晋提供网址和账号 将很多信息传输到内地 案件中还涉及太阳城的赌厅账号 牵涉金额高达2.1亿元人民币 不光如此 德晋与太阳城旗下的赌厅 在去年还卷进厦门市两宗非法赌场案件中 分别涉及1亿元及810万元人民币 这样算下来 以上几宗案件 牵涉金额将近3亿多人民币 另外 香港富山季晓波旗下的恒生集团 在去年也卷入浙江省利水市的非法开赌案件 起诉书中指出 内地人被告是赌厅股东可以获得分红 他组织内地人到恒生赌厅赌博 涉及金额高达1.1亿元人民币 众所周知 季晓波是吴佩慈的男友 两人多年来育有4个子女 但一直没有结婚 一上消息曝光之后 引发网友热议 很多人都说 这就是炫富的后果 也有人在等待官方发声 此前富商习米华 因为涉嫌在中国境内 实施开设赌场犯罪行为被逮捕 案件涉及金额巨大 牵涉人员众多 给社会造成相当恶劣的影响 没想到习米华这边还没消停几天 季晓波与陈荣恋也被爆出非法涉赌 自从赌王何鸿燊去世之后 赌王家族暗争的结构 就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虽然三房四房子女比较活跃 但三泰四泰持有的公司股份 以及购架都在被逐渐地吞噬 据港媒9月22日消息称 独王三泰陈婉珍持有的公司 澳门丽郡将会被安以炫的老公陈荣恋 展开全面收购 据悉 现阶段是陈荣恋 已经向澳门丽郡的周景鹏 即Sheldon Turner Digro Lamo 购入丽郡12.8亿股 获20.65%股权 设资13.44亿元 如果交易完成之后 那么陈荣恋 将成为该公司的最大股东 至于三泰陈婉珍持有的16.33%的股权 目前虽然没有消息指出售 但以着陈荣恋的决心来看 收购的可能性非常大 即使是不收购 那么三泰陈婉珍 在该公司的地位也要弱于陈荣恋 如此来说 陈荣恋的身价将会继续大增 作为澳门博彩中介人 仅次于周周华的陈荣恋 其实一直十分低调 直到与暗宇炫拍拖的时候 身份才被媒体揭露 据悉 现在的陈荣恋 身家已经达到了百亿之多 如若再加上这次持股 那么身家还会继续增加 据了解 陈荣恋于90年代开始 与澳门赌厅业界打滚 目前经营多达13个豪华贵宾厅 赌桌接近200张 近年更进军柬埔寨、菲律宾、韩国等地业务 与洗米华相比较 陈荣恋的出身以及奋斗经历 颇为神秘和低调 早年间 陈荣恋含有接受媒体的采访 这才爆出其一些显为人知的经历 据悉 陈荣恋小学毕业之后 便跟随家人到澳门定居 并在这里完成了学业 毕业之后 陈荣恋进入了赌场的贵宾厅工作 经过多年的经验和人脉积累后 终于在07年的时候 开启了人生的辉煌 据悉 当时陈荣恋联合从事博彩业的几位好友 一起在星级酒店 开设了自己的第一间贵宾会 后来慢慢地发展成为了德进集团 专注于运营贵宾厅的业务 除了在博彩业大放异彩之外 陈荣恋还涉足其他行业 光明头就有着数十个 但为人还是特别低调 直到现在 关于陈荣恋具体的年龄都不得而知 只知道他与习敏华年纪相仿 如此看来 安逸炫真的是嫁给了一个超级富贵且低调的家族 在陈荣恋和安逸炫结婚以前 陈荣恋已经和前妻生活了有十几年的时间了 他们两个人还有一个女儿 现在孩子是11岁 陈荣恋娶了安逸炫之后 也一直有照顾前妻母女 不仅每个月按时地支付台币 而且还直接送了11岁女儿20%的股权 结合现在的情况来看 11岁的女儿现在的身价都已经达到了上亿 2019年安逸炫生下儿子六六 富豪老公陈荣恋送了他四套相连的别墅 价值六个亿 每栋别墅都有六百多平 自带花园和游泳池 陈荣恋为了追安逸炫 可谓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因为安逸炫自己有钱 又是千金小姐 对陈荣恋富商的身份 并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的 甚至有些嫌弃 安逸炫觉得有钱人都花心 所以两人初次见面时 安逸炫并没有给她好脸色 陈荣恋第一次约她 本来以为可以单独约会 她却找了两桌的人一起聚会 陈荣恋带了瓶非常好的酒以示诚意 安逸炫却说 我不在乎今天你带来的东西有多高档 而是之后的相处你有没有用心 要打动我真的要很长时间 见过一次之后 安逸炫就再也没理过对方 陈荣恋不死心 又约了第二次 四个月后 安逸炫到澳门玩 陈荣恋表示可以去接机 没想到她只回了一句 车到人不用到 但她怎么会错过这个大好机会 在接她的时候 陈荣恋买了一杯咖啡给她喝 没想到安逸炫都没碰 结婚后 安逸炫才解释说 怎么可以喝陌生人给的东西 谁知道你会不会下药 这防范意识也是真强 后来安逸炫去恒店拍戏 陈荣恋又专程从澳门飞到杭州 再坐两小时火车去恒店探班 陈荣恋本就是白手起家的百姨富豪 又肯为了安逸炫花时间花精力 慢慢的就得到了安逸炫的芳心 相恋两年 陈荣恋一直求婚 但安逸炫不同意闪婚 所以就拖到了2017年 婚后陈荣恋更是把安逸炫宠上天 2017年9月29日 安逸炫婚后的第一个生日 陈荣恋送上了5.02克拉的钻戒当作礼物 结婚一周年陈荣恋又送上了全球只有一百只的卡蒂亚每周版玫瑰金香钻万表 2018年安逸炫生日 他送的是1500万的钻石项链 2020年情人节的礼物是老龄士万表 为了追求安逸炫 可见陈荣恋也是拼了全力 其实这些礼物都还是小意思 2019年7月18日 陈荣恋为感谢安逸炫生下儿子 一口气在澳门花费6亿 买了4套独立别墅 写的都是安逸炫的名字 前不久的10月29日 安逸炫又为陈荣恋生下了二胎女儿 三年爆俩儿女双全 人生赢家 唯一的一个遗憾 就是陈荣恋有个未婚生下的一个女儿 如今已经10岁了 刚结婚就做了后妈 不过她现在也有了自己的孩子 老公对她又百依百顺 也算是好命了 安逸炫嫁给陈荣恋后 不仅收好礼收到手软 住在奢华的豪宅里 生下儿子后 更是直接被奖励了 价值24亿台币的豪宅 婚后的她 俨然是被老公捧在手心上的小公主 按照陈荣恋宠妻狂魔的个性 等安逸炫年底生下二胎后 怕是要送上更惊人丰厚的大礼了吧 陈荣恋为此还收购了丽郡 根据丽郡大股东的名单显示 与陈荣恋共同持有股份的 还有一位名为吴文静的女士 而这位吴文静不是别人 正是安逸炫本人 翻查记录可知 吴文静是安逸炫的原名 如此一来 安逸炫就与陈荣恋一同成为了丽郡最大的股东 换句话来说 根据丽郡的市值可知 如今安逸炫的身家至少有九位数 形容起来真的就是一夜暴涨 这也成为了陈荣恋送给安逸炫 众多的礼物中最值钱的一份 电视上的霸道总裁 真真实实的发生在了安逸炫身上 相信在接下来的生活中 陈荣恋和安逸炫的生活可能会更上一层楼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